大家好 歡迎回到KINSON TUBE的頻道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LEGO 就是這盒LEGO編號76248 這盒是Advangers系列 它是Queen Jack 我猜這盒已經是最後一次推出的Queen Jack 因為已經很久之前 而且Queen Jack的曝光率都越來越少 這盒LEGO就是還原Advangers1裡面的場景 之前也有一盒類似的LEGO 除了Queen Jack之外還有五隻人仔 也是那時候也有推出的五隻人仔 在盒子後面可以看到更多這盒LEGO的細節 現在立刻拿一盒LEGO出來看看 所有東西都已經拿出來了 內容就有這盒Queen Jack 以及這五隻人仔 我們首先來看這盒Queen Jack Advangers的Queen Jack已經推出了很多次 但這盒是推出了第二次 因為其他都是不同型號 這盒跟2013年那一盒一模一樣 不過看起來就細節了很多很多 現在就來機頭開始看 機頭就會有一個Advangers的標誌 在後面就會有一塊藍色的透明零件 就是一塊大玻璃 在這個位置就可以掀開它 掀開之後就可以放一些人仔進去 分別有前面的駕駛位 還有後面可能輔助或者射一下大炮的一個位置 在側面還有一些細節 令到這架飛機的側面沒有那麼單調 在側面這個位置就有一個Advangers logo 也是貼紙 來到中間這個位置 中間這裡也有一塊透明的玻璃 這塊玻璃在後面就會有一張貼紙 這裡整個位置就可以整塊拿起來 都是方便大家放一些人仔進去 但本身電影裡面的飛機 就是前面和中間這個位置都不能打開的 要進飛機就在後面進去 但LEGO也是為了大家方便可以放一些人仔進去 又或者可以拍照 還有方便玩 所以才能打開這兩個位置 在這個位置打開之後 總共可以看到六個座位 這六個座位就是剛剛好被他們坐在這裡 在這六個座位的後面 還有一點點位置 就是讓其他人仔可以站在這裡 又或者是準備跳下機 做一些動作 之後在飛機一路網的後面 都會有一些貼紙 有一些是扮著機械的結構 一些是扮著玻璃 但當然是貼紙所謂都是實色的 之後機尾這個位置 就可以這樣打開 也是相當容易的 你打開之後 就可以把人仔放在這裡 然後假裝他們準備跳機 在這個位置打開之後 就可以清楚看到 這裡是放了一些工具 有對講機 Sevala 望遠鏡 還有一個手扣 在上面這個位置 左右 都各有一個噴射的推進器 在推進器後面 還有一塊 好像風扇頁 這樣的零件 在推進器上面 這塊頁 上面 就會有一個Adventures Logo的貼紙 之後就來到機翼的位置 機翼的位置 都會有兩張貼紙 在這裡 一張就是普通一些 好像貼片 然後用一些釘釘 而另一張就是有一個Adventures Logo 在機翼的竿竿 也有兩張貼紙 也有機械的結構 和Adventures Logo 兩邊的機翼 唯一的不同 就是這一邊 用一個綠色的透明零件 做燈 而這一邊就是紅色的透明零件 在機翼的底部 都會有一個透明藍色零件 就是用來令到飛機可以浮起 之後就來到他們的輪 這次這個飛機的收納 我覺得做得很好 因為它是收納之後 基本上都看不到 如果你不看的話 你只可以看到兩邊 是微微看到有一個輪子 你就拔這個輪子出來 就會看到有三個輪子走出來 在另一邊都是一樣 而在機頭這個位置 就是前面這個位置 就踢起 就可以把輪子弄出來 就可以讓大家降落 降落的時候 就可以好放一點 還有可以滾來滾去 另外一個我覺得這架飛機 很有趣的位置 就是這架飛機 我覺得是叫做一個隱藏位 這個隱藏位 就是大家可以用第二款貼紙 就是這一塊 這一塊就是B貼紙 我現在用的就是A貼紙 它們的分別就是一個 是隸屬Advangers 而這個就是隸屬Shield 大家都可以看到這裡 一個Advangers的標誌都沒有 全部都是Shield的標誌 這架飛機 跟Guardian of Galaxy 有一架一樣 都是有一個座 給大家的 可以給大家 凌空地擺一架飛機 只要對回正機底 這個黑色正方框 一插進去就是了 插進去之後 就可以擺上去 拿出來也不難 因為都是純粹擺著它 雖然是這樣 但是它也不會讓飛機很容易跌 你看到我這樣搖它 它也不會跌 我現在這樣的擺法 就是這架飛機就會向下 我調轉的話 飛機就會微微向上 就看大家喜歡怎樣擺 飛機大致上就是這樣 現在就來看看人仔 首先要說的是 雖然這五隻人仔 都是之前有出過 也是一些很舊的Model 但是它也有全身打造過 就像這隻Ironman一樣 這隻Ironman 都已經在用這個新的頭盔 而它的身體也有重新打造過 就跟之前的Mk7是不同的 因為之前的Mk7 都是比較簡陋 這隻就真是英俊很多 除了我的頭盔 拿開了頭盔之後 就可以看到 Tony Stark的臉 其實是有一點點不同 我覺得是清晰了一點 後面也是一個普通笑的樣子 我也覺得清晰了 而它的裝甲也是有很多改動過 看看就知道 而這套裝甲也有很多不同的位置 首先有很多以前是金色的位置 都會加了一些銀色的塗裝上去 還有Arc Reactor 和其他裝甲的零件 都印得仔細了很多 這隻Ironman配樂的零件 就是它現在腳底的噴射 還有兩個在手上噴射的零件 然後下一隻要看的人 就是Captain America 這隻Captain America 它的頭盔 就是跟它近年出的一模一樣 但是拆了之後 也是看到它的臉 是印得仔細了 雖然我自己也覺得 還有一點點問題 就是它的臉 印得好像白了一點點 但是這次就看不出 它是故意是這樣 還是它真的沒辦法 所以才這樣 因為之前那些看得出來 真的白很多的臉 前面這個樣子就是笑 而在後面就是戰鬥的樣子 而它的衣服也不同了很多 就是跟回Adventures 1裡面的衣服 這套衣服上面 是有很多鮮色的位置 跟近年那些衣服比較沉色的就不同 而且這套衣服相對上是簡陋一點 因為電影裡面也是一樣 所以我自己覺得是挺喜歡這個設計 這隻Captain America配的零件 就有它的盾牌 這個盾牌也是跟近年的盾牌 是一模一樣的 下一個要看的人就是Thor 這隻Thor相對上沒有那麼多變化 因為它大部分的零件都是差不多 首先它的頭髮 就是跟回Adventures 1的時候 它還是長頭髮 也不是好像現在那麼長 之後它的樣子 就是用回現在比較新的樣子 前面就是一個笑的樣子 而後面就是對眼有雷電 然後在戰鬥的樣子 之後它的紅色斗篷 也是一些現在比較新的一個斗篷 只有一個洞 而它的衣服 也很細緻 不過我覺得 真的出了太多不同樣子的Thor 所以真的差不多 而它的手就是一套銀色的手 配件有它的雷神錘 以及閃電的零件 第四隻要看的人就是Black Widow 黑寡褲 我覺得這套衣服是很漂亮的 等一下再說 首先它的頭髮 就是跟回Adventures 1的短頭髮 但之前就算Adventures 1那盒 Lego 它也是長頭髮 拆了它的頭髮零件 就可以看到它的樣子 前面是一個有點像扁嘴一樣的樣子 就是一個比較認真的樣子 而在後面就是一個戰鬥的樣子 就是跟Adventures 1那盒 Lego的樣子 基本上 而它的衣服就是一套黑色的緊身衣 在上面就拉了少少拉鏈下來 所以就可以看到它少少鎖骨的位置 然後在它的腰帶的位置 就好像隱隱約約看到Black Widow的標誌 而它的手臂就會有一個Shield的標誌 兩隻手都一樣 我挺喜歡它這隻人仔 就是有手的印刷 這隻應該都是我最喜歡的Black Widow人仔 因為Black Widow基本上都沒有什麼大變化 純粹都是衣服、髮型 第五隻人仔 也是這盒 Lego的最後一隻人仔 就是Loki Loki這次就有一個頭盔 就是Adventures 1裡面的頭盔 但是這一盒的頭盔 就跟當時Adventures 1的時候 那個頭盔是有少少不同的 雖然帽子是一模一樣的 但是它印上去的金色是不同了少少的 這隻金色就有反光的效果 而以前那個就是有少少啞色的效果 前面這個樣子就是一個很奸笑的樣子 而後面就是它被人封住了嘴的樣子 我自己覺得這個樣子很棒 因為應該沒什麼機會可以再有這個樣子 有這個樣子可以重現這個Endgame的時候 看到Loki的樣子 而它這套衣服雖然看起來好像很像 但是它真的細節了很多 而它對腳也有它的長袍 連著在對腳上 也有印出來的 之後那些其他衣服的細節也有 它有一件綠色的斗篷 有一個不太好的位置 就是它的頭盔後面就看到它的嘴 就算你調轉了用另一塊臉 也會看到它的嘴 而這隻人仔就有跟著它當時的長頭髮 它這隻Loki配的零件就是一件武器 還有一個手扣 這個手扣可以跟著它後面的嘴一起用 我覺得是挺有趣的 這次的介紹就來到這裡 這盒Nego在香港的售價是$849 我覺得如果沒有買上一盒的話 都可以買回這盒追 因為真的漂亮了很多 而且真的隔了這麼多年重組 真的沒得說 也有很大機會 它是最後一架會這樣推出的Queen Jack 因為真的很少機會可以看到 因為現在大家看到的飛機 通常都是Guardian of Galaxy 可能飛上太空 又或者是一些壞人的飛船 這次的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就記得要like、share和留言 如果喜歡這個頻道 就記得要subscribe這個頻道 如果想等一整天收到我出片的資訊 就記得按subscribe和鈴鐺 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